你是一个程序员,今天你又又又又刷到一个视频 说程序员很快就要被AI取代了 这次的理由是webcoding要来了 好气啊,我堂堂一个打了八年工的老马农 帮了前后三个老板实现财富自由 你发明个名词就能比我更会拉末 不对,更会写代码了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AI到底是怎么写程序的 webcoding又到底是什么 说到底,不管多厉害的大语言模型 本质上也就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他除了能回复我们发过去的消息 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一开始为了让他帮忙写程序 程序员们就把代码复制进聊天框 等AI回一句,再把他的回复粘贴回来调试 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复制粘贴显然非常的麻烦 而这种限制的本质是 大语言模型只能回复消息 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直接读取我们本地的文件 于是程序员们意识到可以在AI模型和代码之间增加一个中间层 AI agent AI agent是运行在本地的一个小程序 为了让agent可以写程序 程序员们会提前给他写好一些函数 比如readfile,writefile,listfile这类用来读写文件操作的函数 然后AI agent会把这些函数的名字和用法连同用户的提示词打包一起发给大语言模型 模型看完之后就能回复一条消息告诉agent 你来帮我调用这个函数传这个参数 这么一来他就能间接的完成修改文件的动作了 在VSCode中,AI编程插件就相当于一个AI agent 他们会通过VS提供的接口接入读写代码的能力 有些AI编程插件默认不仅能读写本地文件 而且还能浏览网页,执行终端命令等等等等 有了这些文件的操作能力 AI才算真正能动手改代码 那它到底是怎么改的呢 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让AI直接生成一份改完以后的完整代码 但问题也很明显 哪怕我们只改动了一个字符 AI也得把整份文件从头到尾都生成一遍 不仅效率低,浪费token 而更要命的是,一旦文件太长了 它就很难百分之百还原那些没有动国的地方 一不小心就引入了bug 所以绝大多数AI编程工具 都会让大模型以DIF的格式来回复修改的内容 简单来说,DIF格式就是在描述 哪个文件的第几行需要被替换成什么新的内容 这种格式其实已经非常古老了 像Git、SVN这些版本控制工具早就一直在用了 所以对应的算法也已经非常的成熟 而大语言本身在训练的时候 未进去的是整个互联网的文本 也就包括了大量的DIF格式内容 所以生成的回复也就更加的靠谱 当然了,大语言模型再聪明 它的回复内容也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所以AI Agent在接收到了DIF之后会先检查一下 DIF里面引用的原始代码跟当前文件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不一致,说明模型理解错了上下文 那就重视一次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保证 模型修改的对象确实是我们正在编辑的那份文件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定靠谱的AI编程工具 但人们很快就发现AI其实它挺笨的 经常会犯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 比如说VSCode明明已经高亮了语法错误 AI却还是要改来改去好几回才能改对 又或者它想改的文件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于是聪明的程序员再一次意识到 那我们干脆就把IDE里那些信息也一并发给大模型 不就行了吗 所以说现在大多数AI编程工具 除了能读写文件之外 还会主动收集很多上下文信息 比如说当前项目的文件结构 用户正在查看的文件名 打开了哪些文件 命令行输出的内容 甚至连当前的时间也带上了 总之只要信息不是太长 不是太敏感 就尽量的C给大语言模型 这样一来 AI模型就能更好地理解现场 它看到的东西跟用户几乎一模一样 整个编程过程自然也就流畅多了 到了这一步程序员们终于成功造出了一个能自己写程序的AI工具 不会写代码的普通人也只要输入提示词 就能让AI吭哧吭哧的把程序搭出来 听起来是不是快要被取代了 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程序写完了 在本地跑得挺好 那么要怎么上线呢 部署前端 配置后台服务 建立数据库等等等等 哪一项不是麻烦事儿 而这些事情 AI编程机器人其实都干不了 于是为了实现彻底被取代的梦想 聪明的程序员又开始想办法了 那就让AI编程机器人也能支持MCP吧 你可以把MCP理解成编程机器人的插件系统 就像给浏览器安装的扩展程序一样 MCP让AI编程机器人也能安装新的技能包 去操作那些他原本不懂的东西 比如说操作云服务器 部署网站 配置数据库之类的操作 如果你想了解MCP的技术细节 可以看看我做的这期视频 10分钟带你了解Agent和MCP的方方面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云平台都推出了自己的MCPserver 用来接入编程机器人 帮他完成这最后的一步步属 比如说管理数据库 上传静态网页 创建云函数 配置域名等等等等 都可以通过MCP来完成 我们只需要像写程序一样 用提示词告诉变程机器人 帮我把这个网站部署一下 他就能自动使用MCP中提供的函数完成部署 听上去很完美对不对 但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点 很多人都忽略掉了 就是我们刚刚让AI帮我们部署网站 比如说创建数据库 这相当于是管理员权限完成的操作 可是上线之后呢 网站本身也需要访问这些资源 比如要自己读写数据库 而这个时候 AI助手已经不在场了 所有的操作都必须靠网站自己的代码来实现 那么问题来了 每个云平台的API都不一样 AI不可能写出一个在所有的云平台都通用的代码 所以我们在最开始提示AI写代码的时候 就必须明确的告诉他 这个程序会部署在哪个平台上 所以请用对应的接口来写 而更麻烦的是 有些云服务是在AI模型训练完之后才发布的 那些AI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些服务的存在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手动的告诉他 这个平台有哪些服务应该怎么调用 用什么库有什么依赖 非常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为了省事 除了MCP Server 云平台通常还会提供一套完整的工程模板 这个模板一般会把访问云服务利用到的库都导入进来 配置好必要的配置文件 而其中最最重要的是 他给AI编程机器人配好了提示词 提示词里面会清清楚楚的写着 代码应该长什么样子 怎么访问数据 怎么部署 甚至怎么去读线上的文档 这些提示词会在你写代码的过程中 自动和用户的prompt一起发给AI模型 这样AI就自动知道应该怎么生成一段 适配云服务的代码了 最后我们把这一整套服务串联起来看一眼 你打开了一个云服务的工程模板 对编程机器人说帮我写一个个人网站 于是变成机器人就开始工作了 他会自动收集IDE里面的各种信息 比如说文件读写的接口 当前的报错 已经打开的文件 命令行的内容等等等等 同时他还会读取工程模板中自带的提示词 用户需求 模板提示词环境信息被一起打包发送给AI模型 模型根据这些提示词 知道这个程序会最终部署在某个云服务上面 于是就选用了对应的接口来写代码 写好的代码会以DIFF的格式返回给编程机器人 编程机器人会先验证这些DIFF修改 是否和本地的文件匹配 如果不匹配就重试 如果匹配了就通过内置的文件读写函数应用这些修改 这个过程可能会来来回回好几轮 直到整个网站可以在本地运行 接下来用户让编程机器人上线这个已经写好了网站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就配置好了云服务的MCP 所以这个时候编程机器人就会把MCP提供的函数 也一并发给AI模型 AI模型通过返回特定格式的消息 引导编程机器人调用MCP服务 MCP服务再去操作云服务 完成部署建库配置域名这些最后的上线工作 于是一个完整的从编码到部署的开发流程 就这么自动的跑完了 至少对于一些简单的项目来说 真正实现了零基础携带码 零基础上线运维 这种让AI心领神会一气合成的体验 或许就是大家所说的webcoding吧 于是程序员们不仅成功的把自己取代掉了 还学会了webcoding这个新名词 真是可惜可贺 可惜可贺 程序员真的被取代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终于打造出了一个足够聪明的工具 我们拆开自己的技能 打包成了提示词 甚至连部署的流程都教会了AI 好让自己不需要陷在每一个if else里面反复的挣扎 如果说程序是人意志的延伸 那么今天的AI编程不是让人退出这个过程 而是把人送回他真正的起点 回到那个有想法愿意创造的自己 就像那个某天灵光一闪 第一次想到让AI通过agent自己写程序的程序员一样 程序员真的被取代了吗 也许吧 但是他取代的是我们敲键盘的手 而不是写下第一个想法的心 这里是程序员老王 我们下期再见